我們這堂課有學到了一件事 就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為什麼我不會再來的 因為我覺得有點累然後又太緊張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先就是想了很多種生活中的問題 接著我們再去選出我們認為最困擾的一項 我們想出了很多辦法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最近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下雨天洗 那洗手才洗手會領到零 而我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為了證實這個問題 真的對我們生活中有困擾 所以我們在學校做了一個第一次的大調查 我們調查後我們做了一個數據 然後去找個校長來做報告 然後校長第一次給了接聽說 他說竟然要建造 那那個反規啊就是可以向外多少 然後可能顏色跟形狀要融於建築 然後經費又要如何你們要想清楚 然後後來我們又回去想了一下 然後做成了批記 然後就是開始了第二次的調查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結果拿去跟校長討論 校長也提供了我們一些建議 就是像是可以塗太陽能板在上面 或者是人工草皮或海綿可以減少噪音 然後如果我們試做這兩個 就是最近使用OK的話 那可能會編列 錢的部分可能會編列在以後的預算 我覺得我學到最多的是 我發現即使要改變一件事情 並不是只有大人能辦得到 就算是小孩也是可以辦得到 即使他很困難 就算是小孩也是揭上去跟校長討論 阿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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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拙 阿埔 阿埔 阿埔